哈喽哈喽 大家能听到吗 嗯 这回好一些了 嗯 大家好 我是二号辩手 雀青言子 也是四川观察直播间的粉丝 之前有了解过紫月这个账号 然后呢 对这种有涉及一道国学的这种思辨比较感兴趣 三号 三号味道 三号 肥心 请你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哈喽 能听得到吧 嗯 可以 哈喽 就是各位小伙伴好呀 其实可以叫我小青也可以叫我David 然后呢 我现在是长居在泰国曼谷 是一个旅游规划 是之前偶尔的一个机遇 看到咱们川观紫月的第一期直播 我记得说是好像是端午的这么一个话题 然后其实是非常的感兴趣 尤其是多多少少 让我也有一点想家嘛 这样子 所以说也开始关注 然后呢 也很荣幸能够连线 有点紧张也很开心 好 欢迎欢迎 希望进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关注我们 以后呢 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我们参加这个线上连线的一个直播活动 好了 那么有请我们4号的这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哈喽 能听到吗 能 可以的 大家好 我可以叫我Tiger Tiger 可以叫我小胡 然后我这边是四传观察的新粉 刚关注不久 很好很好 我其他都没了 好的好的 大家的自我介绍都结束了 那我们其实2号小伙伴刚才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已经说过就是今天我们已经提前剧透了我们后面的一个环节 那大家应该也知道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那我们现在观察是拍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微电影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会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短片 这个直播间的一个短片 那我们现在多人呢已经先去为大家准备了 我们大家可以收个一下 这个短片叫做相机 是一个神奇的相机 可以预见未来的相机 大家请期待一下 我们现在联邦的小伙伴就是听到这个名字相机 大家会不会联想到就是相机跟我们这个 好了